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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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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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 爸爸一直威脅你 難怪你最近古古怪怪的 他一出街你又說要陪我 又說給錢炒分, 他買樓做首期 又說把我交給他 原來寶飾一直在威脅你 其實如果我早就對你坦白 是不是不會弄到今天這樣的田地? 媽, 你別這麼怪自己 媽媽, 你不說這件事出來 你是不想我知道真相, 我明白的 你知道我一直等爸爸回來 如果讓我知道他是一個老千 我會很傷心 所以那個廟街, 你看見他出現 你很緊張、很害怕 你也沒有把真相說出來 媽媽, 也沒有人怪你 你不要在這裡怪責自己 是啊, 其實我很多次想告訴你 我叫你不要再見這個人 我想告訴你, 他不是一個好人 但我怎麼說得出口 我以為自己這樣做 可以令你的傷害減到最少 但是現在傷得你更深 媽媽, 以前更艱辛的日子 剛才我們也捱過, 這一關我們都可以 沒事的 我會搬回來住, 陪你們 好, 大哥又搬回來住 那我們一家人也可以在一起 就算你們不怪媽媽 但你們爸爸一定不會原諒我 爸爸有什麼? 剛才的情形你們都看見了 如果比以前, 他一定會為我發聲 但剛才的說話不多句, 他一定很生氣 我說爸爸沒事就沒事 你看他多可生氣, 他怎麼沒有脾氣 大哥, 我和媽媽現在先回家 你回去大伯那裡接爸爸回來 爸爸呢? 爸爸想在大伯那裡再住幾天 是不是? 大伯 ان他們不知道在你爸爸イ山 це 在面臨中 já說了什麼 你爸爸的心肌 comes 꿈 這麼 få 媽媽, 爸爸沒事的 剛才手葉也打電話給我 說已經向大伯解釋清楚 可能爸爸一時想不通 你給他一點時間吧 他沒事的 不敢怪他, 08我自己輸� 你別再這樣想 事情已經過去了,沒事了 你也不關你的事 對了,你早點休息吧,好嗎? 其實你不用來看我 爸爸弄成這樣,是爸爸自你造成的 你的右手這個身體預言告訴我 你很內疚,你很羞愧 你對你自己所做的事是充滿了歉意 做我們這行,可以說是殺人不見血 多少人在一夜之間 被我們騙得傾家蕩賊 跳樓的跳樓,燒炭的燒炭 但我們連眉頭也不會走一下 因為已經習慣了 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沒有感情 但是那一海邊 當你拿張支票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感動 那個時候 我才感覺到什麼叫親情 爸爸 那些錢我預料給你 我會等你出來親手交給你 傻子 爸爸也不知道要坐多久 錢放在這裡會貶值的 媽媽,不然你不用給我了 留給自己用吧 我說過,你坐多久 我一定會等你出來 到時候我可能再是警察 或者這樣吧 我們父子倆一起做小生意,好嗎 好… 不過到了那時候你不要再騙我 我沒有錢了 不會的 爸爸出來的時候 一定不會再騙他,一定不會 你不要再騙我 警察,警察… 死者是什麼人? 他是東二唐心水埗的主事人 探罪的頭馬,君朗 君朗是泰國華僑 探罪身邊的金牌打手 這太子很厲害 那些太子在死都不解釋 他是被人尖山打死的 腹腔掉了六條辣骨 而且還有一個很明顯的腳人 他應該是被兇手用右腳踢到六條辣骨 然後撞到腸刀 後腦受到嚴肢撞擊致死 沒錯,這個也是有定初步估計 還有,死者雙手雙腳的關節都斷了 相信在死之前已經被兇手打斷了 很明顯死者死之前 兇手接不下去 什麼人這麼大口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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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Sir 這個軍人平時工作又狠又難 到處都是仇口 很多人都傷殺他 可能是私人恩怨 或者是社團受殺 鬼打鬼 麻煩你 加油… 加油… 麻煩你 警察,我怎麼排的 你還有人不在做事 冷靜而已 冷靜,開派對嗎 閉嘴 我兄弟在那邊對想了 一個來替我擺腦劑 是, 左手左勢, 告你濫用職權 郭蔣律師, 你是要祭的 也等我們做完事吧 查了那麼久 查到誰的隊友那麼軍佬了嗎? 一點點, 不過不告訴你 那倒是不知道 知道你們這些廢物做事, 死定了 說什麼? 冷靜點, 閉嘴 好, 你們不讓我做事 我就自己去做 三吹 你想去太子的桑拿找他鬆骨嗎? 你說什麼? 你以為軍佬是他隊伍嗎? 大家都知道 雖然你們同一個社團也不妥 我看你回家衝上冷水涼 別這麼邪惡了 好 表Sir, 你懷疑他們喜歡唐貴打他? 有可能 我現在最重要阻止阿坦追他拯救太子 你們倆去太子開的桑拿就找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好, 找太子回來除了可以問他取料外 還可以阻止探罪教太子 真可憐 警察還握手的保鏢 做事吧 是, Sir 如果不是你們通知我我真的不知道軍佬出事了 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昨晚吃完飯之後就出去打筆 打筆打筆之後就睡著了 不然你們找我, 我也不知道睡到什麼時候 不信我找人檢查我就可以了 那間桑拿是你的, 整間桑拿都是你的小子 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你不是懷疑我跟軍佬死有關嗎? 軍佬幫炭追叫過你的小子 有掃過你的場子, 弄得你沒生意了 你一向都想去死 還有, 大家都知道你和炭追狗狗骨 大家雖然同一個字頭, 但一向都不妥 雖然我和炭追有時都會吵兩句 不過大家沒有擺在心裡 最後兄弟出了事 我倆一定會想找最香給他 我勸你還是不要去 我們收到風 炭追把軍佬的單要入了你的手 你自己小心點 我能走得正, 哪兒都不怕你 如果不是你做的, 會是誰做的? 炭追和軍佬這麼多仇口 就是街外也有幾範人所賣給他們 但一個月前左右 好了, 軍佬搶了屯門車頭的縣仔 車頭後來知道是炭追叫軍佬看完顏面 還有銅鑼灣的潮哥 他老婆跟了軍佬 潮哥想殺他很久了 還有…他叫阿凱, 他剛放牢 以前是炭追的頭馬, 很幫得來 阿凱? 他叫趙文海 外面的人叫他凱哥, 很打得 不過有一次幫炭追工作的時候 一時重手一頭, 被判嚴重傷人 判了六年 他在法庭上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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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誰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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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誰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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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炭追, 他說回來之後 一定會找炭追報仇 還說他殺了他 這幾個人就是太子提過 和炭追曾經有過節的人 這個太子有這麼好死, 放這麼多資料 他怎麼會出來?媽媽, 九成九流料 你跟太子問話的時候, 他對什麼? 他雖然說會拜軍佬 也說軍佬他是好兄弟 但他一直說的時候, 眼睛搭著笑耳 很明顯是貓好老鼠 那就是說軍佬的死 其實對太子來說, 他也很開心 炭追應該沒了頭馬, 沒了手一樣 而太子一直被炭追禁著 有完香, 沒了豬好吃 看來他也忍了又久了 你是說太子也有可能 暗中找人向軍佬 Newman 我不排除這可能性 他主動都合作供給我不算 其實是心虛的表現 她是想做一個假将 告訴我們儘管查我 那他其實不是罪有可疑 現在這個階段, 甚麼可能性都有 他提及那個趙文海 我知道他剛剛放出牢 其實他還可疑 記得嗎? 太子一下還豈有嫌疑 包括他自己助來 但有一個可能性很低 誰? 趙文海 趙文海, 探望之前的頭馬 他本來要坐六年牢 因為監獄行為良好 所以上個月提了放他出來 他放了出來沒多久, 軍勞就出事 他的嫌疑也很大 不會是他 為何你這麼肯定? 他的腳壞, 走路的時候也跌跌跌 怎麼會死人? 你怎麼會知道? 中學的時候, 他有些師兄 放假沒多久我比他還要 想不到他就有腳也廢了 趙文海的檔案就交給你 我對你有信心, 公私分明 麻煩你, 一抵雞蛋 謝謝 謝謝十元 快點, 救了總結 炒粉, 怎麼這麼巧? 我們吃東西吧? 不, 剛剛才開檔 陪你, 幫你上手收檔 好, 整件吧, 更脆的 好, 謝謝 好, 認識嗎? 怎麼了?認識嗎? 那個小女孩是我的女兒, 她叫嘉嘉 你把她拖著那個呢? 她是薄薄的 你怎麼給她們, 你想認識我女兒嗎? 是她的婆婆不願意給我 我認識我女兒 你知道你每天都會經過那裡 所以就在那裡放在房間 趁機會去看看那個女兒 我每天知道那個機會 才可以見到她 那她的婆婆給我認識我女兒? 她說我以前害死她的女兒 又知道我進入社團 怕我大壞女兒 其實這件事是怎麼樣的呢? 跟你坐街頭有關係嗎? 別再抬以前的事了 我現在就是想重新做人 我知道賣雞蛋仔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賣雞蛋仔 可以賣到有一間小店 我遲早也有機會 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店 那我就可以抬起頭做人 見回自己的女兒 以及見回她的婆婆 想開店就跟我說吧 我想看她自己 認識你這麼久還是這麼慢鏡嗎? 怎麼樣?今天特地來找我 不然就是打算請我吃飯這麼簡單 不對, 真的有些事要問你 如果我問我以前的事就別說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不想提 你不想提為何會被人冤枉? 你不想提為何會坐牢? 你不想提為何會老婆被人罵 但是你這次一定要讓我幫你 否則你真的很麻煩 有什麼麻煩? 幾乎幾乎幾乎的事我都試過了 你還怕什麼? 碳醉的頭碼均勻 昨晚被人罵了 對, 碳醉的頭碼均勻 你怎麼跟我說這種事幹什麼? 我跟社團的人都沒有聯絡了 我知道, 那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他, 但不是很熟悉的 你出來之後有沒有見過碳醉? 你今天出來就是想插我了嗎? 不是插你了 太子說你跟碳醉有仇 還說你在裡面說過一定會對壞碳醉 對, 碳醉有很多仇家 當然了, 未必會咬定是你做的 但你根據你自己的訓練 有殺錯沒放過, 一定會害你 如果你真的要害我, 那怎麼辦? 我可以避免嗎? 行了, 曹兄弟, 不要說這種事 不然下次沒機會大家坐在一起 不說…來, 喝吧 有貝爺找你嗎? 說來說去也有三股屁, 別理他 你刪了, 人家就找不到我 找不到你我更好, 免得吵 我們天天陪你打牌 吃天狗翅、吃龍躉 這些才是自己人, 我們就撐行李了 阿匡也沒有說天天包心刺逃 好像是你倆要叫, 還要煩我菜 總之我們大家吃得開心 你不會悶的 如果你住在大哥那裡 我們每天都陪著你 現在你應該知道 哪些人對你好, 哪些人想害你 我們就一家人了 Kelvin, 明天陪小舅去阿閒那裡 收拾行李去大舅舅那裡住 回去 你不是想回去吧? 別回去, 眨眼冤 阿匡, 聽我說 別說了, 一二和你老婆和皮兒子斷腩 你幫人養老婆和兒子 你養了這麼多年就什麼都夠了 外面有漂亮的聽話, 你怕找不到嗎 那Pirly呢?他是小舅父親生的 說這麼多話幹什麼? 幫我換個杯熱茶吧 究竟你們在搞什麼? 每個人要四叔留在這裡打麻將? 其實四叔的心情是想回家 我也跟你們解釋過 如果這次不是大哥幫我 我現在還要周身禮 你們不要再當大哥和四叔是壞人 你還好說 就因為你不懂得看人才被人騙 阿森他們兩個兒子 現在不騙你四叔 不代表他以後不會騙 沒有人, 會擺就隨時會爆 還在身上, 還有兩個人 但整件事真的… 狗兒, 不要只手指咬出 不咬進才行 Pirly Pirly, 你怎麼不接我電話? Pirly, 其實… 這麼大的女兒也是這樣 進來又不敲門, 人又不叫 沒大沒小, 沒規沒矩 我打算找爸爸回去而已 你爸爸不會回去 他免得對著你媽和你哥哥 他說免得浪費氣 你爸爸不會跟你回去 待會我們幫他搬行李過來我家 是真的嗎?爸爸 打牌… 打牌… 你回去吧 說這麼多 打牌… 你爸爸趕你才肯走 爸爸, 打牌, 打牌, 打牌 現在風頭火小了 遲些才找個機會跟你爸爸聊 先回去吧 好 真的很擔心 我親自去大學 跟爸爸回來他也不哭 世伯只是生氣而已 老夫老妻吵架, 很快就沒事 他們兩個發生很快就沒事 但我和你的事就無法解決了 我們有事嗎? 那天啊, 你見死不救 爸爸也不關心我 我就跟你說了 那天我想下去救你的 你大哥按住我而已 你別帶大哥吧 大哥已經夠煩了 保叔又被人拘捕了 媽媽和爸爸不肯住在一起 對呀, 你經常見到大哥 他見得怎麼樣? 不過有事, 他要求急高 我最近晚上打電話, 你怎麼不回電話 你很忙嗎? 叫你出來, 你說沒空, 怎麼回事 你別騙我 爸爸生媽媽也是因為媽媽不夠坦誠 不是, 昨天有個很久的朋友 剛剛放了牢 他好像跟這個社會脫節一樣 那就去看看他吧 你有朋友坐過牢嗎? 以前是我的師兄, 還在一起入警校 那麼好, 你當警察 為什麼之後會坐牢? 說話來是長騙 後來他沒有做警察, 走進黑社會 我當時覺得他 突然有個好人不做, 走進去做古玩仔 但最近見面才知道誤會了他 坐牢的時候 老婆突然被人拘捕了 本來還有個女兒 但他媽媽就覺得 是他害死他自己的老婆 那就不讓他認到女兒了 這麼可憐? 可憐的, 小妹經常陪伴他 看有什麼能幫忙 那朋友如果有事, 就應該幫忙 你說而已, 不要怨我 應該說就說完了, 別再問了 應該說就說完了 不應該說的是不是還有很多? 挺無賴的 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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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爸爸 阿森, 什麼是你? 你媽媽叫你來的? 爸爸, 你幾天沒回家了 媽媽很緊張你 老婆, 經常悶悶不樂的, 回去吧 你不用這麼緊張, 我沒事 首葉已經跟我說好幾次了 他幸好你出手幫他 我們才不用被人騙 其實這次這件事, 媽媽也是被迫的 他不說他的真相出來 除了不想傷害我, 也是為了家 爸爸曾經威脅他 說如果不幫他 他就會對你和妹妹不利 所以媽媽這麼做, 也是為了保護我們 是, 就算他一百九十年 但是我們做了夫妻這麼多年 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如果他告訴我 最低限度我可以跟他分擔一下 媽媽就是不想你擔心 所以爸爸, 你別胡思亂 夫妻之間不是要坦誠的嗎? 老實說, 我從來沒懷疑過他 會騙我的錢 我也沒懷疑過他會和我沒有吐斷絲 我知道, 但這次他這麼瞞著我 我真是很生氣 其實我之前也有誤會媽媽 我覺得她對爸爸很絕, 很不近人情 有一天, 我在廟街碰到麗仙姐 之前媽媽的死對頭 原來她有病, 媽媽就幫她移場 我猜我真的怪錯了媽媽 我答應了妹妹一定要帶你回去 你跟我回家吧 但他們每個人一番心意要我留在這裡 現在突然跟你回去 你在大伯那裡多住一兩天 就說沒所謂 你再住下去, 別人都嫌你麻煩 那倒是 我幫你拿吧 不用了, 行了 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打得多了, 打得我腰酸骨痛 好像在傷腦腰一樣 明天我就要去看醫生 可能晚點才來 你正確不妖就不要再打了 不要緊…小意思, 沒問題的 媽媽, 你帶她去哪兒 沒有, 我禁止把澳洲的機票 那航空公司就是要罰錢 也要一千多二千人 罰錢就罰錢 在這時候我怎能扔下你小舅舅 姐姐, 你不用經常陪我 我們是一家人, 說了支持你就要支持你 去旅行, 探朋友什麼時候都可以 你小叔, 你怎麼不舒服? 我沒有, 可能是涼了, 涼了一下 沒什麼事 你會不會流感? 姑姑, 不如我陪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大哥, 我先出去 是… 他這麼咳嗽 我們每天都跟他打麻將 用什麼惹我們 我們說了跟他打麻將 如果現在不跟他打, 那豈不是嫌棄他? 我都給他一句話 如果他聰明, 他自己都會搬走 原來你們打龍通 你別胡說 是你惹他回來的, 你好搞定他 你怎麼回來了? 爸爸, 你終於回來了, 一天都光亮了 我煮了粥給你吃 我知道錦毛當然沒有胃口 不過也要吃一口粥, 發筆給你 不用了, 我上去休息 那也好, 休息一會兒再吃 來, 約會了 原來你搬了這麼多東西 你爸爸那裡打算長住 一次過搬不完, 我想再多搬幾次 不要緊, 雖然租約滿了 但鑰匙還沒交給他 還可以有幾天的時間 不, 方姐, 你多幫幾天 幸好是你的同事 不行, 我真的幫不了你了 就這樣吧, 拜拜 方姐 Phoenix Yu Sir, 伯母, 這麼巧 剛才有什麼事? 那個放醫, 我的終點 他幫我去照Jacky仔 他最近的媳婦生了一個孫子 他說要回去照顧媳婦和孫子 有空幫我照顧兒子 我叫他多給幾天時間, 我也不行 現在我Jacky仔沒人照顧, 不知道怎麼辦 不如這樣吧 你帶Jacky仔來我家, 我先替你照顧 你就可以慢慢找個個終點 你替我照顧兒子嗎? 沒問題 麻煩了 不如這樣吧 你今晚帶兒子來我們吃頓飯, 好不好 今晚? 因為我先生在這裡沒見過Jacky仔 我想他們倆先見面 也好, 之前泰雲條件案 你也算幫我忙, 我應該請你吃飯 你媽媽開口了, 那頓飯就當我請了 那好吧, 今晚見 我不跟你們說了 我趕著要接兒子放學 我載你? 不用了, 你載我伯母就行了 再見… 一說到Jacky仔, 她們就很緊張 誰做媽媽的不緊張子女 你現在這麼大, 我不一樣會緊張你 你想吃什麼? 雪糕 不用理會她, 她實在這麼回答 我們的雪櫃有雪糕 不然我吃了天啊 別怕了, 我待會幫你賣吧, 好不好 你喜歡吃什麼味道? 芒果 姐姐也喜歡吃芒果 別中她, 一中她就得戚了 她的樣子又得戚 吃雪糕也行, 不過要先吃完飯 還要多吃點菜, 喝多點湯 讓我來 爸爸, 你這招真是萬事萬令 妹妹小時候行, 現在又行 你這招真是萬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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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我包了 爸爸, 真心不安心 Jacky睡了嗎? 是 剛才看見你和媽媽在廚房談 談完之後媽媽出來 整個人都輕鬆了 你跟她說什麼? 不告訴你 沒有, 其實女人很簡單 你肯花點時間和她聊聊天 她的心就不會有時間想到一邊 不想到一邊就沒事了 其實我和伯母也沒有談什麼特別的事 只是聊聊聊天而已 反正Jacky以後都要去你家了 我去接兒子的時候 就順便和伯母聊聊天 謝謝, 其實不是你帶Jacky來 我們幫你照顧Jacky 而是你空來照顧我媽媽 怎麼這麼客氣 不是我幫你, 是你幫我 不過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帶Jacky去你家多少次 那倒是 遲些你也會找個人照顧Jacky 是, 我怕我沒找到人之前 Jacky也不在我身邊 怎麼這麼說 我前夫說想拿回兒子 他最近做生意, 賺到一點錢 有一個挺好的女朋友 即將要去結婚的那個 他跟我說想拿回兒子 因為他才可以給他家庭溫暖 而我不行 不行, 因為我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我又要做事 所以我沒時間帶著兒子 是 難怪你今天這麼緊張留著那個芳衣 你擔心你沒時間照顧你的兒子 然後你自己會搶走他 我真的害怕, 我真的害怕我失去兒子 害怕, 不用怕, 我替你上班 不要這樣, 害怕 不用擔心, 伯母和伯父這麼恩愛 很不如沒事的 爸爸的人是回來了 但是他又不太說話 有時候早就出去了 好像不想留在家裡一樣 我想伯父也是一時間接受不到 伯母欺騙他而已 等他下了一口氣 伯母跟他解釋一下應該沒事的 希望是這樣 他們一向兩個甚麼都會跟對方說 從來都不會隱瞞 但是這次媽媽為了補充欺騙爸爸 難怪爸爸這麼生氣 被人欺騙是慘的 還要被自己的老婆欺騙 給他一點時間 所以我覺得 兩個人在一起, 最重要是坦誠 竟然是愛對方的 甚麼都要說出來 甚麼都不可以隱瞞 一起分擔嘛, 你說是嗎? 是呀 尤其是對自己喜歡的那個嘛, 是嗎? 所以你千萬千萬別騙我 否則我會死得很可憐 你這麼毒, 走我死了 喂 好, 馬上來 尤其先生, 閉嘴 不關你事 等等, 別走, 走 怎麼回事? 對不起 來, 早安, 麻煩你 來吧, 起床 來… 怎麼樣? 彈珠巴打你嗎? 不知道 剛才剛打算開檔 天師被人跟著, 就打給你了 我一定會騙你了 來吧, 回去附近老婆嗎? 不用了 被人打成這樣, 我不報警 報警不就做辦法了, 不用了 都爛了, 別管了, 走吧 都說不用了 你不報警, 也要去醫院吧, 大哥 我沒事, 我又能站著, 行了 放手 叫他去醫院你不去, 叫他去報警你不去 報警有什麼用呢? 沒證沒句也抓不到他們 何況我底部已經花了 如果真的激怒了, 嘆醉 就不像剛才那樣了 總之你有什麼頭暈生氣 記得發聲, 別死定了 來… 謝謝你 誰的兄弟, 嚇什麼了? 對呀, 中學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那時候我中二, 你是中六 我全班最矮的, 打算打籃球增高 誰知就被籃球隊的死胖子強 經常欺負你, 笑你死胖子 你還記得 我當然記得, 那傢伙犯眾真 幸好有你這個師兄 兼籃球隊隊長幫我 要不然一年不用碰球皮 你真厲害, 一個暑假回來 就比胖子強高, 球都碰了這麼多 嚇到他馬上退出籃球隊 關什麼事, 有你幫我練球 不過坦白說, 讀書當時真是最開心 那時候你幫我, 現在讓我幫你 這裡的環境真麻煩 不如我幫你找個家 再不然你和我一起住 我一個人沒所謂 不用了, 我攤生寡老 又不習慣跟別人住 這個地方適合我 你喜歡嗎? 他就是嫂子嗎? 是, 就是他 他究竟怎麼死呢? 這麼多年兄弟, 有什麼人怕說 我壞了, 要不是我一時貪念 他就不會死 阿遲 老公, 你臉幹什麼?你被人打 沒事, 我自己不小心 只差了腳, 滾了樓梯而已 你一個人在裡面最好照顧自己 怎麼這麼不小心? 放心吧, 我沒事的 你的肚子? 我生了, 是女兒 是你來的 是呀, 生了女兒, 好 你記住幫忙想想改什麼名字 下次來的時候告訴我 好呀, 下次你來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下次 你是什麼? 沒事 阿遲, 你會好好地看著我們的女兒 不可以讓她有事 對了, 那幫人還沒來找你? 有呀, 他們搞不得也有來找我 不過我也算殺得他們碰吧 爸爸, 你放心吧 我把女家祖給媽媽照顧 你不用這麼擔心 你記住不要到處去 不要讓她找到你 還有, 你別相信任何一個人說話 知道嗎? 我知道了 阿遲, 你聽清楚我說什麼 你記得要去拜我媽媽 你媽媽? 是, 拜完媽媽之後 帶女兒去玩 阿遲, 越遠越遠越後 阿遲, 冷靜一點… 阿遲, 冷靜一點… 阿遲, 冷靜一點… 阿遲死了之後, 嘉嘉就跟著她婆婆 其實我一直很想養回自己的女兒 但是… 每天都是自己不好 如果我不是貪了四百萬 她就不會死 知道誰做的嗎? 我也很想知道 炭崔和太子都一直很想拿那筆錢 阿遲死一定是跟他們有關的 誰拿了那筆錢 就是殺死阿遲的兇手 我知道我嫂子的死對你打擊很大 但是千萬不要想你報仇, 知道嗎? 我怎麼會報仇?是我不好才累死了阿遲 其實我自己也很內疚 我也不想有什麼行叉答錯 那就好了 我只是想知道 哪一個是殺死阿遲的兇手 然後抓她坐牢, 還得此一個公道 放心吧, 你們交給我 到時候真相大把 我就會認回自己的女兒 可以跟她過一些簡單的日子 可以重新開始, 重新做人 一定可以的 慢著 不要… 別打算收拾給我 你當我借你也好, 什麼也好 有用就先用它 總之有事叫我就可以了 謝謝你 你怎麼回事 怎麼樣? 你在哪裡? 我買了宵夜, 正在你家 好, 我馬上回來 你有急嗎? 非常急, 先走了 你拭目了吧 行了, 小心 行了 行了 我快要出生了… 媽媽, 待會你會… 怎麼了? 她又太餓了 這麼有隻媽媽 將來她一定會很佳髮 一定是仔靈的嗎?我追女兒 女兒我都很喜歡的 是嗎? 兒女兒我都喜歡 先吃一口 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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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